好的电影改变你的认知 欢迎大家回到看电影了没 我是K猫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个 不那么俗套的废柴觉醒故事 百元之恋 这部电影是泪不死的小树 船长大人 何温等N个K线推荐的 妈妈当 32岁的姨子 是个家里蹲 整天就知道打游戏 吃饭 睡觉 全靠老妈伺候着 她蓬头垢面 丝毫不在乎周围人对她的看法 脸上的表情除了丧 还是丧 直到妹妹二三子 离了婚搬回娘家住 二三子看不惯姨子 无业啃老 还什么都不干的做拍 常和姨子吵架 两人甚至大打出手 姨子受不了 干脆离家出走 她用老妈给她的安家费 租了一间房 又去了她常去的百元店打工 在日本 一百元大概是人民币六块六 所谓百元店主打的就是便宜货 或许应了那句话 破锅自有破锅盖 百元店的同事和常客 几乎都是奇葩 店长得了抑郁症 在姨子入职不久后 便离迟了 同事这个话多又猥琐的老光棍 喜欢赌博 还整天想掉姨子出去 而之前因为偷钱被开除的大妈 总是吼着脸皮 跑回来拿过期的便当 但代理店长宁愿把过期便当丢掉 也不愿意给她 这样的生活就像一滩烂泥 很难想象有一天 桃花运会找上姨子 男人是姨子下班路上 拳击馆的选手 因为姨子常常向那儿张望 所以男人也注意到了姨子 有一天 男人在百元店买了香蕉 给了钱却故意不拿香蕉 姨子追了出去 才发现她在等着她 依子当然想了 只是这个邀约来得有点突然 她有点不知所措 他们确定了时间 男人连句再见 也没说便进了拳击馆 原本还在生活的泥沼里搭过的姨子 忽然觉得被浇了盆清水 一下子清爽了起来 她特意买了百元店的豹纹内衣 又穿了碎花小裙子 心里像小鹿在乱撞 约会那天 她有点期待地问男人 为什么想和她约会 瞬间 天空都似乎变了 一片灰蒙蒙 姨子心里很失落 但还是说没有生气 跌跌地跟在男人后面 娇秀地打量着男人 那天的约会 男人一直保持着一段距离 男人看风景 姨子看男人 这之后 男人又去百元店买了一些香蕉 等到掏钱的时候 却掏出了两张票给姨子 然后没拿香蕉就走了 这是两张拳击票 男人是打算请姨子 去看她的拳击赛 谁知这个时候 姨子那个猥琐的同事凑了过来 要跟姨子一起去 这是男人退役前的最后一场拳击赛 他并没有给职业生涯 画上所谓完美的句号 相反 他答得一塌糊涂 比赛结束后 他们三人一起去吃饭 姨子有些好奇地问男人 你和场上的对手是朋友吗 如果不是的话 为什么比完赛要互拍肩膀 男人还没回答 同事便抢答说 因为比完赛就不是对手了呗 姨子顿时生出一股憧憬 真好啊 一开始打得很凶的两个人 最后居然还能那么亲密地互拍肩膀 真好啊 这是姨子头 姨子觉得什么东西真好啊 可这顿饭结束得并不美好 在姨子上厕所的时候 男人问姨子的同事 猥琐男 你们是不是在交往 猥琐男立马炫耀式地承认了 结果吃了男人一拳 等到姨子回来的时候 男人已经走了 猥琐男憋着这一拳之仇 误出发泄 又趁着男人不在 勉强拉着姨子 要去旁边的宾馆休息一下 姨子不愿意 猥琐男干脆给了姨子一拳 是的 这便是猥琐男的人生哲学 被强者打时不吭声 只要把拳头送给更弱的人 姨子被打得没力气挣扎 被猥琐男拖进了宾馆的床上 姨子拼命反抗 却又挨了一拳 这一次 她彻底没了反抗的力气 姨子的第一次 就在这个猥琐男人生下 痛苦地结束了 她抱了紧 然后蹒跚地回了家 她浑身无力 脚步沉重 每走一步 身体上和心上的疼痛 便多出一分 但她甚至没有哭 愤怒和屈辱 都已经被麻木吞噬了 这三十二年来 生活不就是这么对待她的吗 报警自然是不了了之了 第二天 她又回去上班了 但猥琐男已经卷走了 收银台所有的签跑了 她简历上席的地址 是假的 根本找不到人 而男人也不再去买香蕉了 姨子甚至在拳击馆 都找不到她 因为她退役了 拳击馆的老爹 以为姨子是过来练圈减肥的 便拼命向她推销 男人刚在她一滩死水的生活里 投下狮子 水波还没荡开多远 就没了 那干脆就练拳吧 还可以跟对手拍拍肩膀 于是姨子把对恋爱的期待 转到练拳上 结果一练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练拳激发了她身体里的活力 一直以来 都是别人向她挥拳 啥时候 轮到她向别人挥拳了 她喜欢这种感觉 甚至期待能上赛场 和对手评格你死我活 然后再互相拍拍肩膀 在练习的日子里 姨子又碰到了男人 她虽得很厉害 被两男店员 像扔垃圾一样扔了出去 姨子把她捡了回去 她俩度过了一段 短暂的同居时光 每次男人凶巴巴地说 装什么可爱子 小心我揍你 姨子的心 都会扑通扑通地跳 男人还在姨子感冒的时候 做肉给她吃 可那肉做得实在太大了 姨子完全咬不动 但姨子竟然哭了 被强暴的时候没有哭 无家可归的时候没有哭 感冒没有哭 面对男人给她做了这些 不能下眼的肉 她竟然哭了 她哭得可真难听 身体抖动 不断哼哼唧唧 她甚至都不知道 怎么才算是哭 她只是依偎在男人怀里 哭了很久 很久 第二天 她照常早起锻炼 男人远远看着她 猛然发现 姨子已不再是废柴了 真正废柴的世界里 就剩下男人自己 她被梦想彻底抛弃了 可姨子看起来 才刚开始 扬帆起航 于是男人不告而别了 姨子等了男人一晚上 第二天 却看到男人和卖豆腐的女孩 在一起 男人对豆腐女孩说 姨子是她的妹妹 然后就和豆腐女孩走了 姨子连质问的资格都没有 她没有追 她知道 她又被抛弃了 她回到拳击馆 就跟老爹说 要打比赛 但老爹告诉她 你已经32岁了 刚好到了女选手的退休年龄 但姨子执意要参加 她疯狂地练拳 早起船宝 晚上看拳机教材 就连在百元店值班的时候 也不忘和空气对练 她自认为自己的人生 只是一百元 就像一枚掉在地上 别人也懒得捡的百元硬币 可就算是百元硬币 也想要有闪光的时刻 她开始不再微微诺诺 她不顾代理店长的禁令 把过期食品 给了那个被开除的大妈 结果 遭到了代理店长的怒斥 对方还想打她 可现在的姨子 已经不是那个废柴了 她一出手 就把对方打趴下 当然 代价是她被解雇了 不久 老爸接来找她 说老妈不小心 摔倒骨折了 他们家的便当店 缺少人手 希望姨子会去帮忙 老爸没想到 姨子爽快地答应了 在她眼前的姨子 似乎变了 回到家后 姨子一边在便当店工作 一边继续备赛 期间 她又见到了一次男人 男人早就和豆腐女儿吹了 这一次 轮到姨子请男人去看她的比赛 但男人拒绝了 话虽如此 到了比赛那天 男人还是去了 去的还有姨子的老爸 老妈 和妹妹二三子 在已经获得四连胜的强敌面前 姨子只有挨打的份 她毫无还手之力 上半场过去 姨子被打得满嘴是血 到了下半场 也没有出现肥柴爆发 反败为胜的奇迹 每一次被打趴下 她都会再挣扎着站起来 她已经习惯了被打趴下了 就像男人背叛她 就像猥琐的同事强暴她 就像别人一言不合就想打她 生活带给她的 不都是一季季的组合拳吗 可就算 她真的只是一百元 她也想闪亮一次 也想赢一次 然而人生不是你想赢 就能赢的 她最后使出了 她最擅长的左勾拳 击中了对手 但并没有挽回败局 她一转身 又被打趴下了 这一次 她站不起来了 她输了 可是台下的家人 都被她震撼到了 姨子咋得可真认真 姨子可真会忍啊 姨子不再是那个 对生活毫无还手之力的废柴了 老爹故意揶揄了她一下 可又很真诚地说 她真喜欢这场比赛 然后呢 然后姨子 终于能去拥抱对手 她终于感受到 那种和对手 拍拍肩膀的感觉了 很痛 但很好 等她逼清脸肿地 走出赛场时 男人在门口 等她去吃饭 她又再一次 横横唧唧地哭起来 会赢的吧 生活 才是最大的圈积对手 好好吃饭 珍惜还能哭出来的眼睛 总有一天 姨子会赢的 好了我是K猫 请订阅我的频道 看定了没 和我一起成为K星人 我们下期再见